诗曲 李宗盛 诗 曲 李宗盛 唱不完人间的爱与恨 道不尽茫茫天涯路 曾经迷惘 曾经失落 长那长往岁岁年年 迟来的惭悔 无言的人爱 流尽多少心酸泪 爱的梦情随风吹 我心深处已破碎 不知相聚在何年 但愿你欧又晴天 起初已光 万重山 老王 老王 先找我 老师 老师 我在这里 你怎么不进去呢 老师 我是在不好意思走进学校 去见阿辉其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 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老师 阿辉他说 要我来向老师要一份月考的考件 他想考考自己 那很好啊 我去问问校长 如果他答应 我马上给真卉送去 谢谢李老师 谢谢 谢谢 校长 您说过 赛阳施马 因此恢复 校长 邱真卉如果不是犯了这一次的大错 很可能一辈子不会捷舞 校长 求求你给他一个机会 你认为有用吗 有 这是对他求上进 最好的鼓励 好 不过我们不能够厚此薄笔 也应该给张国栋一份考卷 谢谢校长 师傅 カ所רת 还欣咳福 动 喂, 秋日回, 吃飯了 外伍 taste, 酒味就包슿了.. 酷 table do you want to know? 我不要 你一定要 不要不要 那你准备考什么 我考海军官校 什么 医生不做去当兵 不是当兵 是当海军 废话 海军一样是兵 爸 当兵有什么不好 有了兵保卫国家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爸 当年先总统 号召了十万青年十万军 世子御血抗日 才得到最后的胜利 要不然 我们都已经成为亡国奴了 爸 每个人的人生观不同 每个人的愿望也就不同 你当年立志从医 玄乎济世 我现在立志当海军 陈长风破万里浪 并没有什么不对啊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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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求你 这一本 是 很级 不是 請到前面來 第一名 陳志培 第二名 趙秉申 第三名 柯麗 為了獎勵他們三位同學的努力 老師有一份小小的禮物 要贈送給他們 希望你們積極努力 變上一層樓 另外 我還要特別宣布 如果把校外兩位同學 邱振輝 張國動的成績 計算在內的話 我們班上的總成績會更好 因為張國動總平均 只比陳志培 趙秉申低一點 論排名 他應該第三名 老師 那邱振輝呢 很出乎意料之外 他從倒數第三名 進步到前第九名 柯麗明 這是幹什麼 張國動 恭喜你 得了第三名 這個是老師送給第三名同學的獎品 你 張國動 你就收下吧 我們是把你當成班上的一份子 所以才特地把獎品送來給你 你總不好意思 辜負我們大家的好意吧 來 把它收下 那邱振輝呢 他考得怎麼樣 那邱振輝呢 邱振輝第九名 怎麼樣 很意外吧 曹妹 這是怎麼一回事 老師給你的獎勵 你這一次考了全班第九名 那你呢 是不是第一名 還是第二名 第三名 你不要問這麼多了 反正這支筆意義深重 老師希望你借著這支筆 寫出你延伸新的遺言 曹妹啊 你告訴我老實話 這是不是老師送給你的獎品 你再轉送給我的 過去的事 你難道一點也不恨我 我不是說我 你會有事 другой 你會不會 噓 小乌龟,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问我们想干什么? 麻雪,告诉他 告诉你,张国栋 我们哥们几个看你不顺眼 想贬你,怎么样? 你们干嘛看我不顺眼 我又没得罪你们 你没得罪我们 我们哥们只有两个轮 你还带冒烟 我们哥们沉鸡蛋上满江红 你全是九十分 我们哥们没钱没地位 你老大家里开医院 金山银山花也花不完 你说,我们怎么能看你顺眼呢? 对 既然他老爸开医院 住医院不要钱 我们就让他回去 照顾照顾他老爸的生意去 去,去,去 小妹, 從前我實在太荒唐了 事情已經過去那麼久了, 還有什麼好提的 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不懂事 還好, 我們現在都變好了 你爸爸有沒有規定你念什麼組 我老爸拿來懂得什麼組不組的 他只要我能考取, 有學校可以讀, 就心滿意足了 當然, 能考量做生意, 能賺錢的那組更好 可是現在, 談這些都好有意義了 小烏龜, 你不能這樣想 你一定要對自己將來抱著希望 只要有希望, 你將來一定會成功的 小燕姐 媽 媽 媽 志培 这什么东西啊 奖状啊 志培 志培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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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他来找过你了 没有啊 张医师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看还是让李老师亲自跟你说吧 我相信他马上就到了 对了 你千万要记住 不要再给孩子任何压力了 让他好好休养休养 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张医师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志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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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让妈进去啊 志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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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让妈进去啊 志陪 快开门 让妈进去啊 志陪 快开门 让妈进去啊 志陪 你开门 开门 开门啊 志陪 志陪 文川 你来得真好 志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张医师特别打电话来嘱咐我 要他好好休养 这是为什么 志陪现在是不是在皇里 我都快急死了 我去敲门他又不开 你先不要急 我们找个地方 我给你收取计划 今天学校要颁奖 自陪上台领奖的时候 我看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同学们热烈地给他鼓掌 他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 放学以后 他也没有直接回家 他像得了孟悠症一样 一个人走上铁销 展迹 你快回来 展迹 你今天没有 你快回来 展迹 展迹 那边危险 你快回来 展迹 你在那干什么 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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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啊 展迹 不管他们两个怎么叫 志陪就好像听不中一面 他们两个既担心智卑随时会掉下潮去 可是又胆小不敢走上铁锯 只好赶回学家求救 谢皇在路上遇上了我 智卑 你在干什么 老师 你要小心一点 老师 你要小心点 小心, 一步一步慢慢走 對, 不用怕 跟著老師慢慢地走 老師, 你們小心一點 陳靖北, 你搞什麼吧 你放了學部回家 把我做過小地方來幹什麼 陳靖北, 為什麼我們一直叫你 都不理我們 我不知道啊 靖北, 你是說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我真的不知道 你剛才在橋上 柯林美和宋玉萍一直在背後叫你 你沒有聽見嗎 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聽見 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學校裡 引到一份什麼東西嗎 知道, 第一月搞第一名 校長班的獎狀 你不想趕快拿回去給媽媽看 好讓她高興高興嗎 想啊, 我就是要回去給她看 那你回家的方向 是往這邊走的嗎 當時我要親自送她回家 她堅持不肯 她說她很好 叫我不要擔心 可是我還是不放心 所以, 我叫坑立門跟宋玉萍 遠遠地跟在她後面 一直到她回家為止 後來我越想越不對 實在是放心不下 就去請教張醫師 按照你說的情況 她的精神恍惚已經失去自覺 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了 這什麼麻病 恐怕要帶她去看看心理醫生了 總之, 她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 後來, 我們又一起去請教張老大夫 過去, 張老大夫也是一位很好的心理醫生 根據你們說的 這個孩子的問題 的確是很嚴重 哦, 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 凡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 或者是應付環境變化所產生的活動 我們通稱之為行為 陳志培的行為 在表面上看 似乎是偶然間的健忘 或者是短暫的意識混淆 但是實際上 是她個人 感情上的一種衝突的表現 雖然這個孩子我沒見過 我不知道她心理的需求是什麼 但是我可以斷言 這是她自己內心情感的需求 與這個道德的規範有所抵觸 老院長, 你能不能具體的再說清楚一點 這個孩子可能在心裡 存在著某一種感情上的欲望跟需求 但是又不能夠為傳統的理事 法律和道德所接受 她又沒辦法抗拒四周所給她的壓力 因此她就把這種欲望深深地藏在心底 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亞裔 這個情緒亞裔久了 將來會危害到她人格的組織 不知不覺就會產生一種病態的現象 比方健忘了, 憂鬱了, 緊張不安, 意識不清等等 李老師, 是不是你們學校的課業 給予這個孩子太重的壓力 或者是做父母的妄自成龍心結 你剛剛說這個孩子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在這種情況底下 做母親的 往往會對子女產生一種高度的激望 而做子女的 相對地對於這種激望 就形成了一種壓力 換一句話說 她的母親就是她病發的癥結所在 我聽國棟說 陳志培的功課很好, 子子不錯 功課方面似乎對她不構成任何壓力 哦, 那麼是關於感情方面的了 年輕人在這段時候 已經承受巨大的升學壓力 已經是不堪負荷了 如果再加上男女感情的問題 又不容於家庭、學校、社會 要是不加以好好的輔導 恐怕會產生嚴重的問題 陳志培的確有一個女朋友 叫珊珊 她們兩個人的感情 可以說已經到了難分難捨的程度 可惜她母親 堅決不接受她們兩個人這份感情 珊珊不得已才離開舖子 陳志培也因此 消沉了很長一段時間 不過, 最近她好像慢慢地想通了 我還以為她把這份感情已經淡亂了 沒有想到 一個人的初戀是永遠無法忘懷的 三三走得越遠 志培會思念得越深 母親的反對 志培為了孝順、聽話 讓她暫時獲得了勝利 但是這種勝利是極端危險 因為初戀的刻骨鳴心埋藏在心底 就像埋藏了一顆定時炸彈一樣 現在就是這個炸彈要爆炸的時候了 既然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那麼接下來就應該研究研究如何解開這個結了 解鈴還是需要激鈴的人 我看還是盡快要找到這個叫三三的女孩子 要不然志培會被毀了 到時候不要說是考大學的 恐怕她什麼前途都會晚 真的會有這麼嚴重嗎 文川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去找三三回來 不要 媽,不要去找三三 我以為媽就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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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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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 我是智培的母亲啊 陈太太 请坐 谢谢 拍秘书 吴厂长有事找您 日本人还是电话 二线电话 把他交到办公室给我 是 陈太太 我很忙 恐怕你有太多时间 是 是 我不会打扰你太多时间的 吴厂长 找我有什么事 我知道要开会 还有三分钟 我一定准时到 还有什么事吗 董事长今天不来 有什么事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告诉我好了 哦 对了 三个厂的各级主管都要参加 你都通知了吗 嗯 好 好 珊珊 我叫潘秘书 哦 潘 潘秘书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道歉 是的 过去 我一直反对你跟支配在一起 我承认 当时我对你的确是存了某些偏见 可是现在 我愿意为了过去的错误 很慎重的向你说一声抱歉 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支配的份上 原谅一个做母亲的私信 好吗 你没有收到 我寄给你那封信 收到了 那你应该知道 过去的珊珊 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求你跟我回铺子去 我不可能再回铺子 也不可能再进支配 珊珊 对不起 我公事忙得很 对不起 我只是两分钟就要开会了 一些拿游客 看见 我们对我们相机的 大型的 一小月 这个月备的 铺子 看着这个月就不得了 他还没有一大型的 预议 没有一个月呢 还不知道 是一个月呢 铺子 珊珊 怎么了 看你脸色好像有点不对 没 没什么 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你这样一天跑三家工厂 办这么多工事 负担太重了 不要紧 我不累 爸 下个礼拜你不是要到欧洲去 你就带珊珊一块出去散散心好了 对 客闻 那你就带珊珊出去散散心吧 不不不 不用麻烦了 不 一点都不麻烦 一切手续都交给旅行社办 快得很 爸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不过 你舍得让珊珊离开吗 舍不得 也得让她走啊 总不能让她在这里猎出病来啊 珊珊 那你明天早上就把身份证交给程主任 让她去帮你办手续 我不去 顾伯伯 顾妈妈 我吃不下 慢慢用 珊珊 以诚 去 去陪陪她 请问 你找谁啊 我姓陈 我找珊珊 请问她是住在这里吗 珊珊 珊珊 有人来找你 陈太太 你找珊珊有什么事吗 我想来接她回去 什么 什么 接她回去 是的 珊珊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她们因为一点误会分开了 现在误会成亲了 所以我想来接她回去 这怎么行啊 珊珊是我们顾家未来的媳妇 这谁也不能够把她 从我们顾家抢走 赵华 有话慢慢说吗 你别管 陈太太 老实告诉你吧 明年我儿子大学毕业 就要跟珊珊结婚了 她不可能再跟你儿子有什么了 你可以走了 不 我不走 除非珊珊亲口告诉我 她要跟你儿子结婚 否则 我绝对不走 陈太太 下午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跟志伯的事已经过去了 至于我跟谁结婚 那是我自己的事 珊珊 顾伯墨 这是我的身份证 明天请你替我交个陈主任 帮你出国护照 我就会下个礼拜 来 等顾伯伯 把握住去 珊珊 珊珊 珊珊珊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我发现珊珊生了这上面的照片 很漂亮 珊珊 珊珊 你说 你不会离开我 你不会离开我们家吧 珊珊 你放手 不 我不放 那个女人是要带你走了 对不对 你要离开我了 跟先帝一样永远不会回来 对不对 珊珊 放开我 珊珊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先帝 我不能再失去你 你不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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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我要走 你可以把手放来 不 不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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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妈 你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可以对香山动粗呢 妈 你什么话都不要说 你给我回房间去 珊珊 不 珊佩玉 你 你真的是她 对不起 顾妈妈 我没有告诉你们 我的真实姓名 是因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真的是珊美玉 嗯 嗯 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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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义成 你跟珊珊的感情 到今天结束 不许再发展下去了 为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问 从现在起 你就当她是你妹妹 你妹妹 早已经有了很要好的男朋友 我到现在才明白 她为什么一直不肯接纳你的感情 她对那份感情始终无法背叛 可见到那个男孩一定很好 对她的感情很深 如果她失去了珊珊 她会活不下去 妈 我失去珊珊也一样活不下去 这一点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问题是他们认识在前 你认识在后 我不管我不管 我一定要珊珊了 不 义成 这件事你一定要听妈妈的 你一定要把珊珊忘掉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我绝对忘不了 我绝对忘不了 我绝对忘不了了 义贞从台北打来了 喂 义贞吗 我是文川 文川 我找到珊珊了 珊珊她就怎么样了 她还是不肯原谅我 珊珊的心体很善良 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孩子 你多去看她几次 用你的诚意去感动她 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忘掉过去的创伤的 我试过了 没有用的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障碍 什么障碍 顾家对珊珊很好 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放任 是 珊珊 顾妈妈 你一定不明白 我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做 你一直不肯接纳以诚的感情 我心里边早就觉得有原因 今天这位陈太太来 我才明白 你心里边早就有了对象 不错 已成师很爱你 她少不了你 但是今天这位陈太太来 为了她的孩子 上门恳求我们放任 必然是她的孩子更需要你 君子不多人所爱 我们也不能够为了一点私心 破坏了你的幸福 虽然当时 在表面上我不肯让步 可是我心里实在是很难过 珊珊 我还是叫你珊珊吧 不管将来你是跟以诚在一起 还是再回到陈太太的儿子身边 我觉得你都应该回去再看一看 再给那个孩子一个机会 要不然 显得我们姑娘也太自私了 这里有二十万 你呆在身边 明天就跟那个陈太太 回去吧 姑妈妈 为什么 拿着 什么都不要问 如果你不能够等姑妈妈的媳妇 姑妈妈 愿意把你当出自己的女儿 嫁妇 小语 如果你决定回去 下定了决心 要嫁给那个男孩子的话 你一定要通知妈妈 通知姑妈妈 姑妈妈会帮你办一份嫁妆 像家女儿一样的 嫁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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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好 好 好 走 去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妈妈 陈志愿病倒了 现在在张国栋家的医院里 你回来马上就到医院来好吗 柯丽美流 志愿病了 喂 乙真 你早算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柯丽美的字条 我看到了 文川 志愿怎么样了 我走的时候她不是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会 乙真 你不要急 你还是先赶到医院来再说吧 陈妈妈 就去这一间 谢谢 郭董 你进去照顾一下志愿 好 乙真 怎么样 有没有见到山山 文川 你先告诉我 志愿现在怎么样了 明天我请一天假 再到她北跑一趟 不用去了 她现在的情况 志愿已经配不上她 山山应该不是那种 爱慕虚荣的女孩 现在已经不是爱不爱虚荣的问题 过去 我的确是看错了她 她 她不肯原谅我 可是志愿怎么办 我担心她再不好转 耽误功课 恐怕进来 趁家联考都会有问题 这些我都已经不奢望了 只要她慢慢好起来 只要她身体健康 将来考不考大学 有没有出息 我都不要求了 在孤独和寂寞的日子里 在孤独和寂寞的日子里 是关怀 想生长在尸峰中一朵小花 想生长在尸峰中一朵小花 古灵灵来到了这个世界 让眼泪灿亮在心窝里 借两人只好装出笑脸来 有人告诉我 无声若梦 原本就不在乎 但是我始终不相信命运 永远是这样坏 只要有人能多疼我 多爱我 给我一份光爱 孤独的人儿就会 变得变得更可爱